哈喽 大家晚上好 欢迎大家再次进来我们的直播 我们先多一下 我要做posting先等我一下 跟往常一样 我先做posting先 诶 等下 pawment先放先先放先 等我等我一下 各位 OK Let me see 诶 可以了吗 呃 应该行了吧 来 各位股员们刚进来的 请让我知道一下 然后把直播分享出去给所有人 那么我们多一下就正式开始 ok ok 我先check一下先 posting telegram posting先 诶 可以了可以了 呃 呃 然后link 各位大家晚上好 欢迎大家再次进来我们的 这个直播 ok 多一下就开始 ok 欢迎大家进来我们的开心一起转快 开心一起转 ok 来 跟我们一起快乐一起飞开心一起转 欢迎大家再次进来哈 那么我们多一下呢 就会开始了 大家先把这个直播分享出去 然后让更多人都有机会可以进来 那么呢 今天我会先解答 我们在group里面大家所问的一些问题 然后过后呢我就会 呃 就是进入大家的 呃正式live 就是大家问的问题 然后我一一为大家解答 好不好 我们多一下就开始啊 各位先进来啦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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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各位大家晚上好 我看到有很多人都开始进来了 那么呢 等一下呢又是来到了我们期待已久的 其实每个星期一 其实我上个礼拜很想做这个直播 但是我真的是没有时间抽不到那个schedule 到谁呢 呃就上个礼拜没有做 但是呢 呃我们就变成是说把上个礼拜的哈 呃我变成是在呃前天 然后前天我们有办了一个财经趋势谈 那么呢 就把所有的资讯都放在里面了 所以呢 如果有谁有兴趣想要知道的 来临最latest的最新的走势的话 不用钱的 你知道我们的团队索取就可以了 那么呢 就去我们下面link那边跟他们索取好不好 我们再等多一下 就开始大家帮我先分享出去给所有人 我们多一下就开始 各位 好那么首先我们欢迎我们的Leon Gary 跟我们的新进来 还有阿Paul Paul how are you 还有我们的Angie Go Kenny Tan 看到你还有我们的Yu Wei Joe Alvin Chong 小燕 哈喽 看到你了 Michelle Bay We talk 哎 还有我们的Yong Ming Ti Te Tat Jin Rainbow Chow 好久不见了Rainbow Chow 好吗 我们的Yong Jensiu 我们的Ting Siu To 哈喽 Ting Siu To 还有我们的阿伟 跟Weng Chan Lam Alarm Mr Lam 加油啊 Mr Lam Mr Jian Bing 跟我们的文豪 Aaron 哈喽 我们的朋友Aaron Steven Tan Winson Go 还有我们的Liu Long 晚上好有康头 啊 你有来就有康头啦 哈哈哈 Angie Go 老师科技股 Inari Dufu 怎么样 目前是进场的时机吗 那么等一下Discriminate call 就马上跟你分享 Inari 好不好 OK 那么还有声音呢 我看一下我们的Simon 进来KYTan MH on Hello MH on 好久不见了哈 那么呢还有我们的PHT 那么SM on 其实也没有很久了 差不多一个礼拜 多两个礼拜没有见大家 哈哈哈 还有我们的阿耶 Hello阿耶 晚上好 还有我们的文豪 晚上好 跟我可以看一下米 一块八 好的 那么这些等一下好吗 等一下 我们先go tru那一些 再post OK 等一下呢我会先 解决那些posting 有在问的人先 然后呢那些问的人 解决了过后 我们就会再继续 去回答大家的 手头上的一些问题 好不好 OK 我看一下 我们的朋友进来了 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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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STER Q 你好 JANNY 阿YAU 你好 I VITAN 你好 还有我们的TIC 还有我们的 聪慧 风庸 我们的 YUN YI Hello 好久不见 Le Bang Hello 看到你啦 Henry 欸你们帮我消息出去啊 我没有做announcement 只是share去telegram group了 所以呢 大家如果有朋友要看啊 你就帮我share啦 然后他们就会看得到啊 Henry Ken Yong Lee 还有我们的 Yong Ken Choi Chan Chai Mei Ling Jin Ho 晚上好 我们的Bing Hello Bing你好 跟Song Jin Nam 我们的 Tae Chai Heng Ling Ling Long Chai Ling Lin Hong Chu Jenry Mox 我们的Chu Huan Jin Kong Ki Joyce Frochins Kohun Chan 好久没有见到你了 Jason Fu 也是 好吗 你们好吗 还有我们的 Liu Huynh Sin 我们的 Yenny Candy Siat King Mark Yam M M M Hah Ling 还有各位 大家刚刚进来的 各位 大家晚上好 那么呢 我们就来正式开 正式开始 我们今天晚上分享 当然还没有开始 跟网上一样 我先来跟你script 那么 等一下所分享到的 所有的金融产品呢 都是个人经验 那并非是买卖建议 大家记得做好自己的风险管理 那么讲到这边呢 其实 最近就有很多人 开始说 也是非常 嗯 没有方向感啊 我知道 我不懂我收到的是这样子 不懂大家有没有 收到这样的一个 呃 一个 就是说 人家这样子讲啊 不懂我收到的是这样 所以我就 我就大概跟大家 稍微做个分享一下咯 OK 那么首先 我们先来回答 在我们的 这一个 Facebook page里面 刚才有 在问到问题的一些 骨油 比方说是 Yuen K 是吗 Yuen K Yuen K 你好 他问说 Apply material INC 这个是美国的股票来的 OK 那么你说的是137块美金 是否 可以 可以买 是不是 OK 其实它现在的价钱 其实是没有说很便宜 但是呢 它如果短期走上的话 是有机会的 所以我觉得说 如果你要 去选择说 去做空 是不可以 这家公司 只是这个你要注意而已 因为 它的整个基本面 其实是蛮不错一下的 所以呢 不值得 不可以去做空的 这家公司 所以买的话 是还OK吧 嗯 还OK吧 好 那么Steven Fone问我说 Petronas chemical 来 有谁要赚钱的 那么我刚刚做了 寻回去了很多地方 那么我去了 槟城 也在KL 也在Rohor 全部都讲完了 然后呢 我也分享到很多的好料 那么今天我也很想 再跟大家讲多一次 反正Steven Fone 讲到 这一个 Petronas chemical OK Petronas chemical 这家公司 其实是我个人 看了过后 我觉得 You know It's like Not bad 就是说 有机会呢 在未来牛市会上的 OK 不要说没有单线 OK 先已经跟大家讲了 刚才还有人问Inari OK 我也顺便讲 Inari 其实也是 我们看了 我们觉得不错的 因为如果大家有去做研究 我们去研究 过去的 三年到五年吧 3-5年 你可以看得到说 这些公司 其实 他们都 Performance的表现还蛮不错一下的 他们的基本命也OK 他们的股价也有走深 那么也有给股息 All right Excuse me 我看一下 诶 Rain Bochow 我看到你的Thank you OK 我看到Rain Thank you 不客气不客气 OK 还有Steven Fone Steven Fone问两个问题 还有你是问TLT 对吗 OK 大家在线上的请稍微等一下 那么等一下呢 我回答完这些问题 我就会回来线上 再回答大家线上的问题 好不好 我们先解决这些 刚才有提早问的一些股友们 OK 那么大家也可能会学得到 因为他问的股票 可能就是你手头上的股票 OK 还有另外一个有问的就是TLT了 那么TLT 其实它就是一个Bond 对不对 其实这个Bond我先来说 那么我们说 债券其实它本身是一个长期的投资 那么呢 TLT本身其实跟 跟真实的10年的Bond 又它稍微都会有一些contrast的 contrast的意思是imburst OK 就是反方向 那么很简单嘛 如果我们来说 明年啊 明年如果说美国 美国联邦储备决得 哎呀现在我们的通过膨胀 Tony解决了 我们没有问题了的 现在不是一直在这样子讲哦 有没有 讲说是经济很好吗 然后啊 数据也很好吗 他们要开始就是去降息吗 OK 如果他开始去降息的时候 对吗 这样我们知道说 哇 你其实就是还是会跟着一个Bond 也是会把它降下来 so in short to say 我去降掉我的Bond U it means TLT是有机会走生的 啊 我先讲这一块 这个东西先 可能有一些人听的不是很明白 这样你就要去去查一下 他们TLT其实跟Bond的关系是什么 那你就会明白我在讲什么 这个有一点生啊 有没有新手啊 新手打一个new 给我可以吗 对不起啊我讲的有一点生 这个是老鸟听的 因为他问的问题是老鸟的问题啊 你懂吗 我一定要跟他讲 你懂吗老鸟 就是老叫啊 就是很experient的人才会问的问题 OK but fine 我还是会跟大家分享 我会从简单讲到生咯 OK 那么很简单嘛 我们说如果到时候他降息的时候 同样咯 然后他的Bond也是会跌 那么他的TLT price就会升 但是我先讲明先啊 因为现在12月到明年的1月到2月 有很大的可能他们是不会降的 你知道吗 因为 我不敢讲他 他 他100%不会降啦 你懂 现在很难相信美国美联储讲的话了 但是 我们只能说他降的话 其实对美国没有什么好处 所以他应该会选择在 过了第一季度过才去降 所以如果真的很想投资TLT啊 我觉得最好进入的时间 应该是在明年3月多过后才是最美的 好吗 OK 另外一个问我的 NVON5071 OK 5071 有没有人买啊 有谁买5071的吗 我看一下啊 我懂了我就直接讲啦 那么呢 我需要资讯的 哎呦 Coster啊 5071这个我没有去背那个号码 你知道吗 所以哦 你一讲哦 有时候他讲号码 我就需要去找一下 然后 Coster我先讲啊 现在是在 是在面临洗盘的阶段 我这样子讲 希望 我们的N会听得明白 我所讲的意思 就是洗盘啊 洗盘的动作 什么叫洗盘 让我来 clarify 一下 就是说 其实呢 股票是这样子的股市 就是当他走高了到一个阶段的时候 他一定是要有人卖的嘛 因为我卖了过 我才会拿钱出来 今天我在一块钱买 我上到三块 我没有卖 我是没有赚的 对嘛 我们是没有赚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 就是去到了三块钱的时候 我们要卖 我们才有钱赚 alright 所以现在Coster 其实是 处于这一个阶段 就是人家在 洗盘 就是在处的阶段 那你要这个时候 你就要稍微看一下 一块五毛包 我觉得 不是最理想的 OK 不是价格的问题 而是时间的问题 因为我等 我们在大家在洗盘的时候 洗盘 那个盘啊 不是那个盘 我们的吃饭的盘 而是股市的盘 那么呢 是不适合在这个手金 OK 我的个人看法好不好 OK 然后再来呢 Elwin Chong Hello Elwin Chong你好 你问说 这个strong support for黄金 对吗 黄金嘞 如果说你今天早上 有听City Plus的分享 因为我每个礼拜 都有在电台分享 已经好多好多年了 其实 然后有时候我也会被邀请上去电台分享 有时间我都会上电台分享 那么呢 今天星期一 你都会听到我的声音吗 你不对 在电台 那么我有讲什么 我讲说 金价呢 其实会徘徊波动在两个价位当中 第一个价位价位呢 就是我们所谓的2000美元以下 然后第二呢 就是1980 就是1980 你们自己打一下 再留言啊 谁有听到 我刚才讲的那些股票啊 然后你们知道说 比方说 Patrona Capital可以不可以啊 你自己打一下 DLT可以打一下 帮助那些刚刚进来听的人 他们可能听不懂 你知道吗 你就Sumperize我讲的东西 可以 还是不可以打一下啦 OK 大家都帮忙comment一下 让他们就会看到嘛 对不对 OK 所以很简单的一个道理 黄金呢 应该是 他会尝试去挑战比较低的位置 就是1980美元 这个是我 在近期内看到的一个东西 所以呢 不要再去追高而已 你明白吗 因为在追高的话 这个阶段不是最美的 OK not the best but I think is one of the 几回 几回 因为如果黄金不跌 我们是没有几回做涨的嘛 但是我们不可能在这个时候去抢啊 很危险啊 OK 再来有人问Visola可以长期吗 哦哦哦哦哦哦 Visola 阿露 Miss Cole 哈 你让我深呼吸一下 然后告诉你Visola的情况 OK 那么Visola呢 本身呢 我是 呃 不会玩 OK 为什么不会玩呢 因为认识我的人都知道说 我很少玩这样子类似的公司的股票啦 因为 都是以炒作为主题的啦 那么呢 炒作为主题你知道一定会有人去买 需要人去买单咯 就是好像抢椅子游戏这样嘛 今年A的人 他去他走这个抢椅子游戏 有玩过吗 music chair有玩过啊 谁到最后啊 抢不到那个椅子的 那个人就是要买单咯 所以我相信Visola呢 本身是 呃 不是很适合长期 我可以这么说吗 希望你谅解啊 如果有冒犯的地方 对不起 我只有实话实说 啊 实话实说 OK 算我有点直 OK 那么呢 Wincent Goal是怎样 Wincent Goal问说是 呃 Tony F老师想分享一下 油价跟这个金价的走势到底是怎么样 因为 呃 我只是看到经济委说看不到 看不到路 OK看不到路 那么呢 呃 看不到路 OK Wincent Goal我要跟你说呢 其实不会看不到路的 因为现在的情况那个路很明显 就是黄金跟原油都会先跌 OK 会先跌 OK我先说 那为什么呢 其实很明显的就是说 之前 那个 呃 我们的美国 美联储呢 已经开始做了一个动作就是 呃 他们一直在升息嘛 那么呢 当然他也在间接的时候 又说是 我不 我要降级了过奖 不会了 那有可能我不排斥 我会继续的升 再升息 那么这都是讲爽的啦 他真的这样厉害 真的要升息 我跟你讲早就升了啦 还像那种玩那种小孩子的游戏 对不对 其实吓人一下 没有意思的吧 OK但是他们就是做了咯 OK 那么呢 这个动作做了过后 其实我们知道说 呃 对于黄金它就涨了一波 那么现在呢 其实在还没有降息之前 我们相信到12月到1月呢 应该没有错 哎 谢谢你的分享 这样你应该会得到很多钱 愿意帮助人肯定会赚更多 OK 那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其实我们知道说 这个原油跟黄金呢 其实它是 呃 因为这个利率maintain 因为美金maintain 所以它应该还是会 整个宏观的问题把它带下来 但是这个东西不会太久 我先说 黄金 我是先说黄金 那么黄金会太久 原油的话应该 不会掉太多啦 所以暂时是掉了 OK解决了啊 然后有股 Darren Chow问XOM ExxonMobil ExxonMobil是美国对吗 你问的自己啊 Darren Chow 那么我先跟你讲 Darren ExxonMobil呢 其实在现阶段 我不是很鼓励金啦 OK 因为它是在同样是洗盘的动作 然后因为之前有一轮上了嘛 油对不对 然后油价现在又下跌嘛 我们focus应该会先跌嘛 跌一段时间啦 所以变成是说现在 ExxonMobil也不是最适合进场的时机 OK 刚才靠也分享 OK 那么我现在轮到你了哈 Darren Chow Darren Chow Darren Chow 或者是可以考虑的 OK 可以考虑的 那么 Yok Moy Chong 你问的是Banergy 我先回答完这些啊 已经要完了哈 Banergy呢 基本上就是 我觉得它是比较偏向炒股为主 那我自己本身不会去炒这些股啦 所以我希望你也不要这样做啦 当然如果你要选择去炒 我不会阻止啦 但是你必须要有一个会炒股的人带着你咯 那可能你要问他清楚咯 那么炒作你知道啦 大好大坏啦 怎样子到最后也是 必须要明白离场咯 不离场就要cut loss这样子啦 OK 那么来小燕 哈啰你好 Xion Hiu 谢谢你的good 那我们的小燕说 Thai Thai beverage 哦 你问的Thai variation 新加坡那些对吧 我跟你讲 那天吃饭的时候 我有一次我去吃饭 我有一个朋友也是问我这家公司 幸好我没有买 我告诉你 因为 那时候跟我讲的时候 也是在走上这个阶段 如果我买我是会有赚一点的啦 但是 什么东西呢 就是触动到我说不去买的原因 就是因为 它的debt你知道吗 它的债务 你去看一下 其实蛮高的 超过100% 所以 这样子的一个公司 其实不是说不好 而是 它可能在 我们说经营不是很理想的时候 它就会面临到债务的一个问题 你想想看 如果我去借很多钱 我去借很多钱 那么 如果生意好就没有问题咯 利息可以还 但是如果说我去借很多钱 那么没有钱还利息 那么 生意又不好 在那个时候怎么办 你跟我讲就很紧张了 你知道吗 所以会有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情况咯 OK 回答完了 Hello 各位 大家 欢迎来 欢迎来 现在回答Live的问题 哈 OK 回答完了啦 终于回答完了啦 OK 来 那么回来 MH Unwin 我一看就看到是谁 我就讲了哈 你们自己post comment 自己问了哈 然后我就直接回答不了 然后MH Unwin 是老师新年要到了 分享一下消费股多美啊 Badini啊 OK 其实 是没有错 OK 过年要来是 就是这些股票呢 我们说跟 主题性啊 消费股主题性的是有机会的 比方说好像包括 Casbert啦 包括刚才你讲的 Badini啦 包括这些 Hanneken啦 包括 Powerroot 这些 OK 他是有机会会来的 所以 但是我先讲明啊 这种东西是有季节性的 过了3月过后 比方说我现在进了 然后过3月到4月 Quarterly Report出来 然后他讲很好很好 就会有很多人再去买的 如果我们有听到我们这个直播 他是不是会冲进去 你们觉得会吗 会你自己会用 OK 就说我再重复一次啊 打个比方啦 我们现在买嘛 我们买多美也好 我们买 随便啦 我们买Powerroot 我们买Casbert 我们买Hanneken 等等啊 像这些股都是主题性 我们说消费主题性 在过年期间 跟圣诞节期间 就是我们会庆祝啦 然后我们会去买这些水啊什么 然后又有Party啊对不对 OK 这样他们就赚钱嘛对不对 好 但是如果到了3月到4月这个阶段 有时候更早一点 他们发布Quarterly Report 他季度出来讲很好很好 现在我赚很多钱 这样是不是很多人开始进了 在那个时候你要离场 所以你看谁没有听到这个直播 So sorry啦 我没有办法帮到他的 所以你自己share给他听 因为他没有听到的话 他一定是在那个时候又再去买的 其实那个时候已经是过了 那个风过了的 OK啊 所以这现在是OK的 现在是可以的 这个是回答MHung的问题 OK 那么Mr.肩并 嘿 肩并你好 肩并 那么肩并问的就是在end of year 2024年market will start recovery OK 那么这个就问到有关你到宏观经济的东西 那么我就稍微来这边诉说一下啊 什么小弟分享一下 其实很简单 我们知道2024年的market is moving from 我们知道之前2022年的时候 我们是在底部谈上来的 其实2020年已经开始start 慢慢有谈了 所以2021年就很漂亮吗 OK 谈了一轮过后呢 我们就进入了business cycle 什么叫business cycle 就是我们知道做生意的人 哇 就很好做 你看卖吃的那时候covid的时候很惨 现在重开 一刚刚重开的时候 哇生意很好了 其实怎么 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因为我们知道business cycle是会带动通膨的 这样通膨就开始说走涨 那么通膨走涨的时候 因为我们的国内生产组织 GDP也开始有走升的现象 所以他呢 就对冲掉这个问题了 所以通膨有 全世界也开始控制的得当 然后开始下来 但是问题来 covid卷土 卷土重来 那么呢 就变成说 我们不只是卷土重来 就是最近也是大家知道吗 对不对 有听到吗 那么 还有就是我要跟大家说 就是说 应该要花的钱 之前我们说covid的时候 很多人就是收入那些没有花 然后covid一重开 全部人就去花钱 然后这些钱 已经花到七七八八了 再加上现在的经济 没有说很不好 也没有说很好 简单的来说就是普通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当下 我们的增长很慢 然后加上中国 现在中国我们知道恒大事件发生的时候 房地产一直拖累着整个整个 整个宏观 然后中国我们知道它是第二大经济体 今天如果说中国不理想的话 我们说中国跌倒 我们就会地震 ok 那fine 这样你有问题 这样他要把美国 ok 美国自己自身难保啊 大哥 他自己都很惨啊 所以呢 他自己都很惨的话 你说 我们怎么办呢 ok 他打个奔替 我们就要感冒咯 ok 再来 欧元区 欧元区包括很多 比方说Greece 包括 包括 Francs 华国啊 德国啊等等 这些意大利啊 最近的经济很好吗 不见得咯 一下子打战 那边打战一下 那么 呃 就影响到全世界 at the same time 他们其实也 之前没有打战之前 他们的货币也是 不不稳定了的 欧元也是不稳定了 英国也是脱欧嘛 所以整体上看来啊 我们现在有可能会在 这一个inflationary的period 要上去啊 有一点困难啊 所以我们会stackflation 我们会进入到 这一个我们说 智障的一个情况 所以这个智障的情况 会呆多久 以我个人的看法 会到2024年底 最迟到20 对 最迟2024年底 hopefully不要这么久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这么久 我觉得大家都很痛苦 我看到大家这么痛苦啊 我也不忍心啊 你知道吗 ok我只能说 如果大家会做 会投资的话 应该就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了 因为 毕竟啊 你懂这个 这种时间呢 我们还是可以去赚点小钱的 就是做一点小小的交易 他上下啊 比方说我们都有机会去赚点小钱嘛 但是如果不会做的人呢 不会做的人你跟他讲 要买股票收久久 他又不会做 那怎么办呢 所以就会有问题哦 ok 好 这个回答了我们的这个 Mr.Jumping的问题啦 那么现在我们来 肩兵的问题 那么来看这个Boeing OK Boeing的话 Eddie Tan 哈啰你好 好久也是没有看到你了 OK Boeing其实是不错的 你讲的如果是美国的Under NYSE New York Stock Exchange的话 我觉得是有机会会上 尤其是现阶段他应该会上到 明年 明年年DIK嘛 我看应该会有一些 有一个retracement了 短短的啦 但是他还是会上的 我觉得是会的 Ok Eddie 所以你问我Boeing的话 我觉得是有机会咯 我觉得是有机会 我保险估计的话 我自己看一下 那么应该 等下我算一下 算一下 About 300块 应该有啦 所以如果说300块的话 我减掉现在的244块7啦 再除244块7的话 我乘 其实不多啦 ok 我再算多一次啊 你等我一下 嗯 其实是不多的 可是还好啦 好过没有咯 嗯 等一下 等下 成100 啊对咯 22%左右 ok 就说他有机会会涨 但是要把22%左右啦 如果你不介意说 呃 和国外股然后 赚22%的话 那么可能一两年的时间 一年的保 11% 这样子就ok咯 啊 这样子就ok 他没有很多 但是也ok啦 好过没有啦 就是说 因为有些人说 我买国外的股票 我又要兑换率 这样子 然后兑换率那边 我又要赚一点 我又没有赚 我又觉得 赚太少 然后我这边又还 又不值得 有些人是这样想啊 但是如果你不介意是ok的 OK Wincent Go 谢谢老师分享 感恩不客气 HepSync还能投吗 HepSync的话 要一点时间 HepSync他会 他还是不错 但是 我个人看法啦 我觉得说 你要给他一点时间 因为 暂时最近 因为不是他自己的问题 而是整个market的问题 所以导致他 有心 他很有心的要上 但是他有一点无力 明白我意思喔 很有心 但是有一点无力 所以 I hope that 他未来会 很有力喔 这个就是HepSync How about Castbird Castbird的话 不用讲了啦 Castbird的话 现在 我们知道 我们都是消费主题 为主题 那么现阶段的应该 possibly 他是还是会有机会 会走神喔 I think that 如果说你今天要 去看Castbird长期 还可以啦 但是 现在也没有像以前这样好啊 如果你给我选Castbird 跟Petronas Chemical 我请愿选Petronas Chemical Mister Q 你好 Q Kim Peng 好久不见 你好不好 你们我记得了 你知道吗 Facebook 你懂我那时候去槟城啊 我每次很好笑的 我去槟城 我看到大家跟我 有时候跟我拍照的时候 我就会问了 你的Facebook是什么照片 你Facebook写什么名字 可是有时候我会记得的 你要给我知道啦 然后至少我们在Facebook见过啊 然后在 在线下见面的时候啊 你要给我知道你是谁吗 对吧 等一下我看一下 UTD PLD OK我们有下一家公司 就是我们亲爱的 Mister Q OK 那么这家公司的话 其实是 嗯 怎么说呢 就是 你让我喝口水啊 他是好的公司 那么好的公司有时候啊 增长速度未必是会很快啦 那么说 如果我今天不介意说 他长得慢 然后我要稳定慢了啊 Tony 这样这家公司就OK哦 Mister Q OK吧 OK Lipsocklink OK可以 Tony更定还可以还可以吗 更定封封 哈喽封封 看到你啊 可以啦 更定 更定的话 如果你今天是走long term为主 收主 你看回我之前的直播啊 每次我都有做直播 你们可以shop回去在我的Facebook 我每一次都有讲啊 更定很多次啊 很多人都有问的 那么你可以shop回去听啊 那么这一次我讲一点不同的东西好吗 那么更定本身呢 他是一个 我们说 不会 不会有 除了危机过后啊 normal时间呢 他不会有大涨的 OK 他也不会说突然间大跌的 OK 这样的一个 一个类似的公司呢 如果我们投的话 我们有一个心理准备呢 就是说OK 我今天我进场的时间一定要对 因为他只有在危机的时间 你懂那时候 Covid很多人不看不好他了吗 很多人讲 哇现在Covid 还有谁去赢顶哦 你懂我朋友还跟我讲 赢顶会不会倒哦 我跟他讲 这样有意倒 人家的赌博的 类似就只有他有 在错失赌救赎 那么我们大多数 对不起啦 这个是事实啊 大家也是知道 那么我们消毒移情啦 就是赌一点点 就是happy 这样子OK啦 如果要大赌 其实很难啊 要去赢他们 所以变成是说 他们大多数都是赚钱的嘛 所以他们赚钱的话 其实你说啦 他们如果真的是重开 你认为他 他的速度赚钱快吗 人家轮盘一转一轮 人家是进钱的 我管你赚还是亏 我一定有percentage 或有算的嘛 他一定是进钱的嘛 然后转第二轮就进钱了 你懂我 那时候有个朋友在那边作风的 他也是跟我讲 他说哇很好赚哦 他讲 Donny啊你懂吗 我每赚一轮 我每赚一轮 公司是赚多少钱 这边不方便透露啊 还是每赚一轮 赚钱 转一轮赚钱 哇这个叫statistic 不管谁赚 谁亏他还是赚的 OK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我们就只能够说 长期来看 尤其是现在已经重开了 我相信Donny还是会有机会走神的啦 但是他已经不再是那一个 最美的家位我们进了咯 所以他会慢慢上咯 他不会一下子 像之前COVID一样啊 底部 手一下一轮上 那种你要赚那种 这样的 这样的幅度的啊 我们要赚这种啊 就是只有危机的时候 危机的时候 你就去看他啦 有这样的机会 然后过来就会慢慢慢慢上 嗯 小燕啦 可以啦 Donny是长期的 嘿小燕你好 谢谢你的解答 不客气 卖一句卖一句也不错 卖一句呢 现在其实也是要hold的 如果说你今天 买卖一句没有hold的话 我觉得是不要 啊 不要买啦 真的我真的是这样子说的 因为我朋友那时候 也是跟我讲卖一句 我说你买卖一句啊 你今天不去不不走长长线的路啦 你跟我说你只是短线 完了又卖一样子 我说是啦 真的是有赚点小钱啊 有时候走生 但是你认为这种东西 能够持久的赚嘛 我们人有时候赚钱 不会靠运气啦 你懂哦 最近也是有一个朋友 他认识我的时候 他就问我一个问题 他说 Tony啊看你做了20年了 你做了20年的投资 你懂吗 你懂一个人啊 要真正靠投资20年这样子赚事啊 然后我之前是没有讲的 其实我之前也没有出来 就是这样子来教啊 这样子来分享 没有我都是静静做吧 然后那时候赚点小钱哦 过日子咯 然后现在也是一样啊 就是我们赚钱过日子啦 赚点小钱 然后呢他就问我说 哎其实哦 怎样可以做到20年 我说其实你买去问那些 有时候有一些我教了他们 会了他们也变全职的人 你就问他为什么他能够做 他能够坚持 因为这个钱是很很 我们不可以讲难赚 他是容易赚 你明白吗 投资的钱是容易赚 但是要达到这一个阶段的时候 他必须要经过很多的坎了 就是说因为那这些坎 都不是市场给我们的问题 是我们自己的问题 为什么 因为你懂我们成为人的时候 我们是有贪念的 对吗 你想看如果今天我给你一个 好像最近有传言啊 我朋友也是跟我说 哎有些人讲啊 可以一下子啊 他做一张单就赚200% 100% 300% 我讲 这种就是 可能有啦 他是很厉害 真的但是他能够持久嘛 他能够每一年都这样 每个月都这样嘛 我们不要骗人啊 我说我是不喜欢这样子说 拿成绩去 去 去 去让你相信啊 我不喜欢这种 因为这种是 不是实际的 做一个全职投资的人都知道 这个东西是 是 呃 看嘛咯 你要大个台积啊 就是说 ok啦 现在你很厉害咯 但是不代表下一分钟 你还是会赚200% 或者100%是300% 这种是靠 有时候是一点靠运气的 那么稳定的收入就是 差不多我们讲 4到20% ok 就是说比方说他每个月有 4到20% 一年度 我说 more than 40多到 40多个percent已经很厉害了啦 其实我们讲到 100个percent啊 那种是稳定型的 那么 所以资金每个月都有这样进来的话 他就可以过日子了 所以这个就是我跟我的朋友讲 所以同样 come back to myeg 如果今天我是做短线 这样我就make sure 呃 不只是我 我们会投 myeg 你要真的很会看很多股 因为myeg不行 所以你要看别家了 ok我们回来 lhfunk hello petronas7块1毛7 这个价钱适合吗 同样 ok我跟你讲 petronas呢 其实跟petronas chemical选择的话 我会比较喜欢选择petronas chemical rather than petronas ok 因为我看了整个 ok 当然petronas 可能你会back to the first 说 tony我觉得 petronas比较好 这样你就要 找出那个 给自己能够convince 就是说 让自己能够过得了自己那一关 如果说 petronas 那刚刚 它未来真的是下跌的时候 我有没有那种信心去说 或者 ok它不会下跌 它不会大跌 我不应该这么说 我应该这样讲 就是说 它没有什么涨 很久 它hold在那边很久的时候 然后我们买的时候 又二十多块钱这么贵 这样你有那种 就是说 stamina stamina 我们跑步不是要有stamina的咯 我们要有耐力啊 可以打汗啊 这样你要问回自己 我能够顶吗 二十多块钱 它不涨 我在那边等它 对吧 我倒不如去等一个 比较便宜一点的 那么我觉得会比较好 我只是分享个人的看法 不代表是 当然petronas 刚刚也是好的 它也是会上的 我个人看 我还是觉得它会 只是说 以价格来比较的话 其实我就会 这样子来比咯 ok 那么你问了这个LH1 你问了petronas的话 是有一点写错价钱了 是吗 如果你打的是petronas chemical 可能还ok 如果你打这个petronas 现在是二十多块 也不是七块多 MH上汇你好 Vincent哥 老师你怎样看CAV 丢性 我这样多啊 消费过 我可以公平一点吗 Vincent 因为每个人都有机会问 像我就讲丢性 可以吗 甚至你就看有没有人有讲到 然后我们就一起研究啦 丢性的话呢 其实是涨一轮了的 然后现阶段呢 我只能够讲 很多人跑去做短线了 就是他炒他上一下 炒他上一下 然后过后 比方说开始不对路的时候 他就卖掉 然后赚一点小钱 ok 这种也不是不对啦 只是说 我不大喜欢 因为如果你问我丢性的话 我最喜欢玩的玩法 就是当它跌到很低的时候 然后他的公司的月季可能是那段期间不好 然后突然间他的quartery report 季度报表有两次出来很好的时候 然后 before他出之前 然后就开始有人炒上去了 我就知道说 其实有人开始动了 然后quartery report出来 justify 第一个quartery 它真的是很好 那个时候我很喜欢进的 我会先进一批的 然后过后第二批 就是等到第二次的时候 我又再进第二批 这种我会这样玩 丢性 如果你问我的话 so现在的情况丢性 不能这样玩 你不能每天去炒 我有一个朋友跟我讲 他每天去炒丢性 然后我讲 你去炒丢性啊 这样你倒不如去炒那些 指数更好还是什么 这样 不是本钱更低吗 brokerage 喝水这样 大家明白吗 明白你打一个333给我好吗 聊天啊 聊天啊 我们聊天啊 每个拜议我们聊天罢了 ok 分享 bosco bosco用文老师可以分享一下 Hong Leong FG这家公司吗 想入股但是股息才3% 你怎么看 哇 你要买这家的话呢 我只是分享罢了啦 其实 Malayan banking也不错的 Instead of这个Malayan banking 其实的 的股息跟它的增长 未来会更加理想 所以我直接回答你啦 如果你给我选的话 这样子好不好 不要快啦 省时间啦 MHong去年就是这样咯 过了一年过后一直涨 然后很快跌到不清不楚 对咯 MHan也是知道 谁有一直跟着我们的Facebook 你去follow like我们 你一直跟着我们的话 你就知道什么 其实从之前 我一直这样子讲下去 如果大家有follow 就会看得到 真的这个东西发生发生这样咯 因为其实 很多东西也不奇怪啦 因为 Market就是一个cycle的 它就是一致会重复的 只是说我们的 发生的 对于的人 跟事 跟物不同 比方说 我们讲股票跌 可能说之前 有人去 去炒作一些股票 然后突然间 Busa发现 请他去喝茶 然后暴跌 然后是A公司做的 然后过后 过了一段时间过后 这种事情又发生了 可是发生在B的公司 但是不是A的公司 然后那个炒的人 又是另外一组的人 但是不是A组的那组人 是B组的那组人 这样子而已 他的东西一直重复 你知道吗 所以我在这个市场二十年了 二十多年了啦 其实我看到的东西太多了 我就是说 你今天要去 convince我说 哎 Tony啊 我的公司很好很好 还是这个 怎样怎样 你要买啊 还是什么 我听听罢了咯 我还是会回去做我的功课 因为我对我而言 我觉得 相信别人说的 倒不如相信自己 包括我啦 你也不要说完全相信我讲的 你要做一点功课嘛 你看 就是说至少你要对得起自己嘛 跌的时候还是怎样 你会有一个 有一个概念说 我 我可以 我可以hold 我为什么要hold 因为我做一些功课 我convince 我觉得 It's good that I hold it alright Tim4你好 星期六那天我忘记 看你的直播 还可以看回吗 可以啊 Tim4你要看回那个重播来 谁要看回重播的 你们自己跟我们团队的人 你whatsapp他们 你说我要看财经趋势探的重播 然后他们就会帮你做安排 然后让你进去看 我们有的可以看重播的 可以可以 差不多一个小时出 我讲了很多 包括一些tips 就是分享的 一些tips 如果谁要tips的话 可以进去看 哈哈哈 ok mhunk 去年老师已经提醒了 过完年就会放掉小肥股 g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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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看啊 所以我们只是分享了 我只是希望说啊 其实最近啊 可能人年级有了 我年级有了 然后就会开始想很多东西 可是我心不老 ok 哈哈哈 那么呢 我就会开始觉得说 呃 其实呢 我们人哦 想要的很多 但是需要的其实是不多的 我们需要的东西其实是很少的 我们需要一个地方住 我们需要想扯价 马来西亚可能要咯 然后要需要有钱 可以吃到我们想吃的东西 但是如果说我们呃 的想要突然间占据了我们的需要大部分的时候 可能我们就要反思一下 因为其实想要的东西都是广告打出来 让我们去觉得啊 呃 感觉良好咯 打个比方说 名牌啦等等这些 我都全部都有都有拥有过啦 过后呢 我觉得说其实到最后呢 我们人最重要就是健康了 你懂咯 这段期间呢 我领悟到很多东西 我真的看到很多朋友的起起落落 看到啊 世界白啊 啊 变态万千啊 人一下有些在有些不在什么 然后就 让我觉得说其实我 投资啊 你看我现在开直播跟大家讲啊 我是真心跟你分享的 然后不是为了要什么东西也懂啊 所以我只是希望说大家能够好好的 把对的这个正念的这个 投资的东西分享给你更多的朋友 然后你让他们去听啊 然后如果他们不明白的东西 他们真的很想学 你看我们有什么免费 你买来 sign 除非就是你想要学更多 变成一个更加不一样的人 那你可能就真的是要学习的 因为金融的东西啊 不是不可以乱来哦 钱来的 那么讲到这边 有时候我会分享我的个人的一些生活 生活在我的Instagram 你看我也是有post在下面有那个link啊 如果你们谁想要了解啊 我的我的生活的话 其实 investor fulltime investor 想你们去 join 我的Instagram 好吗 OK 所以老师 年到了有分享红包吗 疯疯 红包已经分享在财经区试探 进去看 刚刚过不了 不懂你们有没有看 一个小时多 share了几多啊 美国的也share 指数也share 马来西亚股票也share 全部放在里面 我没有吝啬的 你第一天认识我咩 我不是这样的人来的嘛 你问到我好像有时候我在外面 你懂我说我在外面遇到熟人 就不是熟人啊 就是大家可能有一些是算股友啊 他有follow我们的 你们不要排斥啦 不要不好意思 你看到我真的 你如果要问我 你可以问的 你看到我的脸好像有一点凶 是可能我的脸有点凶是吗 我不知道 所以我还是会回答你的问题的 如果但是你要看我 我如果有时间啊 如果我是在忙着 我就会跟你讲 讲一下 然后我就会 就会跟你说 什么时候可以跟你分享 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 sharing is caring 因为我永远相信 分享的话 是不会 不会少掉的啦 有些人讲 哎呦我会啊 我跟你share 会不会等一下 我又没有掉 不会的啦 ok来 Core Gawai讲 我们从宽松到紧缩的credit cycle 企业 企业 企业和家庭 会不会在某天成为股市的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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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看到了 alright 都不好意思啊 那个字有点小 看不清楚 ok 呃你这样子说嘞 我不 我不会说是 是 呃 对或错啦 我只能够说 呃 这些都一定是要发生的 因为股市它就是这样的 你不能够永远 希望它涨 也不会永远 希望它是跌 ok 它不会的 它还是会有那个 cycle 在那边 你要接受这个事实的 这是for各位啦 然后不管它会结果是怎么样 我只能够说牛市来临的时候 什么东西都会解决 ok Apple Tong hello Apple 你好 ok 开心认识你 来我看一下你问什么 RCE Cap ok RCE Cap呢 其实也是很多人问过这个问题 其实那时候 呃 也有一些股友啊 他们 呃 那时候有几个朋友他在 他认识一个broker 然后那个broker是哪个好朋友啊 然后那个broker也算不错啦 在马来西亚 其实我觉得 这样的broker也算是 算是很brother了 他就有跟他讲这家公司哦 然后讲这家公司的时候 当然这个agent也是很多年了 有经验的 他不是那种班门弄服的啦 可是他没有教我 他没有教我 他只是真的是 purely agent 他没有出来教我 那个那个人 然后他就 有跟他讲叫他买这家公司 然后买这家公司了 过后他就跑来问我 他说可以吗 那时候我没有记错是一块多了 然后我就跟他讲可以 然后他真的还是迟到现在 但是我先讲 这家公司现在的价格 其实是有一点点的高了 你懂他多了 他们整一倍多出来 所以多了一倍多出来 如果今天那你真的是说 我看好他长期会走生 我要拿dividend是ok的 但是我跟你讲 马来西亚有个问题 你只要买要持久这家公司 我跟大家分享吧 分享一招 分享一招 可以吗可以吗 可以的话你写一个yes好不好 这一招就是 如果我们看到那些股一直上 一直上一直上 一直上的对吧 然后我们又看到dividend很高 然后好像 似乎是可以让我们去做long term investment的 这种你要注意一下 他有时候会有一些症状出来的 我看到yes了 有没有yes ok 他如果说 他还是有很多票出来 什么叫很多票 他变多票 打个比方我送很多bonus 搞很多warrant 然后票变多 还是说我今天有right issue 还是今天我做什么什么什么 把他的票弄多 价格拉低的时候 你就要注意了 就是说他其实又要洗盘了 但是这一个的洗盘呢 不是我们retailer 就是所有的人 跟institutional 或者是traders 或者是fund manager去洗盘 不是 是公司本身在洗盘 我今天好像有讲的有点多了 我又没有喝酒 哇这有乱讲话 没有啦我没有乱讲话 我讲这个时候要讲太多了 但是这个是一个事实 那么呢就是 你要能够接受这个事实 马来西亚的确会有这种的情况 那如果认识我的人 就会懂咯 我就会跟他们分享咯 那么今天我在直播讲也算是已经破例了啦 所以我希望说今天的这个破例呢 你有朋友想知道你就share给他咯 让他可以清醒一下啦 至少他会懂说 market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然后他会比较注意一点 诶等一下我看一下 ok吗 ok吗 大家还看到哦 股票大鱼吃小鱼最好不要玩 全部都是骗人 why see on war back to different 你这句话 ok 那么我先来解答你这句话 ok 如果你说大鱼吃小鱼 那么其实这个也不是说完全对啦 ok 你可以对一半啦 我讲你是对一半的 因为大户吃小户 这个是可能性是存在的 但是如果你告诉我真的不能玩 这样子就错了 你都有几多的百万富翁啊 跟几多的有钱人是透过股市上便有了 你上网Google一下啦 你就明白我在讲什么了 他不是不能玩 而是我们要会玩 所以呢当我们会玩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说这些这些人他们其实是用什么方式来在金融市场上赚钱 这样你要认识我咯 你又不认识我 那今天你认识我了吗 找个机会 来 线下 跟我多聊 你就会知道股市是可以玩了的 你明白吗 金融市场是可以玩了 你要多认识我啦 你不认识我 我不懂话讲跟你讲耶 哈哈哈哈 好吗 Mailwin YDL Power的话后两年了 两块一毛多 有一点高了 Mailwin 你还要hold咩 看你自己啦 我本身是不会hold的啦 被炒一轮了 被炒一轮了 这种你可以 赚小钱可以 Apple Talk 对真的高了 改放松还是持续费 对咯 是是是是 OK 老师怎样看马来西亚股指 马来西亚指数 哇 MHM 讲到马来西亚指数 真的是啊 我不懂要讲什么 你真的要真的真的要非常有耐心 然后第二点就是真的真的不要去希望会赚大钱哦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真的你万卖下指数是OK的 我讲的是实话对不起如果有冒犯的地方 但是这个是事实 因为 但是但是我要先 先counter跟大家讲清楚先 有两个阶段是可以赚钱的 OK赚大钱的 就是 market crisis 比方说危机的时候 它下跌的时候 它下跌到很惨 OK那时候可能会跌一个四五十点啊 哦 更多 OK那段期间有啦 对吗 一点也是 不多钱这样子几十块 对吗 What do you expect 那么马来西亚就只有1446点 你认为它跌到完的话 我们可以赚多少钱 罢了一张contract 所以马来西亚就变成 如果KLCI的话 他 他要我们要赚他大钱可能就要30 OK那么回来第二点 他的整个走势会怎样 OK整个走势 现在应该马来西亚会进入一个盘整的状态 我们叫过冬 为什么会是过冬呢 因为现在美国那一边呢 其实是 呃 呃不理想 刚才我已经提了 那么呃 中国也不理想 欧元区也不理想 那么what 我们怎么样去期盘 期期待说 马来西亚是一个小国 然后呢 有很多的饭间 一下子融进来 来买我们的股票 让我们的马股炒起来 即使他们要这样子做 我先跟大家说 也是会分批慢慢去买 他不会一窝蜂这样子冲进来的 所以 如果他不会一窝蜂这样子冲进来 then come back again 谁才会把它买上来 那你讲 OK 可能是我们马来西亚的institutional 我们的银行 我们的散户 我们的散户 我们的散户多钱 我们的银行怎样子 OK 银行大家知不知道啊 今天分享多一个小知识 我今天给很多彩蛋了 因为太久没有见大家了 真的很想念大家 你知道吗 上个礼拜本来要做直播了 所以我有去dinner 然后 又很忙 这样子很多东西要做 所以就 没有 没有开到直播 所以想念大家 那么今天就讲多一点 那么呢 基本上大家知道 在 股市上 我们institutional 比方说像银行 或者说我们说 KWSP等等这些 他们大多数很喜欢 跟外资走反方向 我不懂你们大家知不知道 这个东西 OK 就打个比方说 外资在买的时候 他们是在卖的 他们一直在卖 他们一直在买 很少看到他们一起买 你知道吗 那么其实这个是 护盘的一个现象来的 所以马来西亚 为什么会 会变成这样子的一个局面 就是 不会有大涨 也不会有大铁 就好像KLCI的指数 我说很难赚 因为有护盘的这个动作 那么呢 当然也不是一件坏事 护盘是好事来的 但是也 不止于到说是 如果我们觉得会生的时候 然后我们也不去买 就是我们 INFUSION也不大量的去推它 那么 他也不可能大量去推 因为他大量去推 这个钱出去了过后 之后等股整个市场不好的时候 他要再去护盘的时候 他的钱已经出去了 他已经买了 手头上拿着一堆的票 你认为他有钱去护盘吗 没有了 同意吧各位 同意在下面写一个同意 好不 那么呢 这个就是我们所谓 投资马股的小知识 当然 有一些人不 不不 不 agree 我讲的 不用紧了不用紧了 这样你就 就继续吧 没有关系了 那么呢 我只能只是把我20年的经验 小小的经验 来做一个分享 希望说 在马来西亚的 我们这些商户 听了这个直播 他share出去给他朋友 朋友听到了 至少他会醒啊 他会知道说什么东西 应该要做什么东西 不应该做啦 OK 诶 风风你又问了啦 他给了股息一次跌 5139如何看 OK啦 我回答啦 我回答啦 5139啦 我们就聊天啦 当着聊天好不好 今天当着聊天啦 5139 OK EON Credit OK EON Credit呢 之前也有人 特地的就是要说 要去推啦 就讲说会走深 对吧 我相信你们应该也是有看到啦 那么我觉得说是没有错的 其实是 呃 呃 是对的 因为他这家公司也不是说很不好 我也喝口水 喝口水你们先出去啊 OK 不是说不好 但是 毕竟啊 人家你要人家上啊 现在啊 也 Market也没有说很好的情况当下 他得需要一点时间啊 所以我觉得说 如果是长期投资的话呢 还 不是一个大问题啊 他跌不是一个大问题 他长期 long term 但是如果今天是走短线的话 觉得说你不用 你不用 呃 呃 我们不用去去投咯 嗯 MHR 老师你那么少来KL 如何找你喝茶 吃饭哦 哪里哟 我常常有去KL的咧 你应该是没有 加入到我们 我有啊 我常常有去KL的 有时候你要注意看我们的Facebook 所以你要follow我们Facebook 然后还有我们的Telegram 就是我们有时候我们会发布嘛 然后我一月会上KL 来 有谁要见我的 哈哈 有谁要见我的 我一月份会上去KL 我们一月份还会 还会上多一次 我会办一个 哎呀 本来是不可以讲过的 但是先卖先跟你们讲先啊 今天 太想念大家了 很久没有见大家 跟大家发布一下先了 啊 我一月份 我会办一个 一百到两百个人的 讲座 免费的 如果说你们有兴趣 是粉丝回馈的一个 因为我们每一年都会办的 每一年都会办粉丝回馈的 所以你要一定要成为我们粉丝啦 你要follow我的Facebook啊 follow我的Instagram啊 follow我的Telegram啊 这些啊 这样到时候 你们就可以领取这个免费 也是整天我分免费交的 我也跟大家讲 现在的Market的走势是怎样 所以有没有兴趣 谁有兴趣的 你自己记得要follow我们啊 我先讲 先不要说我没有说啊 到时候公司就会跟大家讲的时候 你们要去领取咯 所以你现在就去follow 之后可以领取 老师要看回星期六的播要问谁 哦 我们下面有那一个 那一个link电话对啊 你只要PM他们说 我要看回财经趋势坦重播 就可以了 他们就会帮你manage了 同意同意 好谢谢大家的同意 哈哈 ok 老师有回复说了 刚才啊 好我回复了 hexa are you are you are you ok 你好啊 ok 等一下看一下 ok hexa呢 本身 要咩 我本身还是觉得说 这种股位大好大坏啦 ok 我本身是不会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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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这样的公司 佛长期 但是炒作的话可能我会考虑 hello iv蛋你好 好久不见了 是不是我的那个iv蛋朋友 哈哈哈哈 不懂是不是啊 我有很多朋友啊 有些也是叫iv helloiv你好 呃 老师其实可以谈谈 可以谈谈YTL吗 买入一块六毛九 YTL 有一点高的啦 我还是觉得是这样啦 so i don't think that 现在我会去走YTL for long term so you know 好啦 那么今天分享OK吗 有大概讲到大家的 上套 什么 心头的股票啦 那么也分享了很多彩蛋 那么呢 也分享很多东西 那么你要看重播的人 可以看哦 你可以share给你朋友 然后也可以看我们的财经趋势 谈重播里面有很多好聊 很多tips 然后我之前做过的直播 大家说回去我们的Facebook 可以看回去 因为有很多之前我分享过的股票 可能哦 大家今天要问的 没有问到 可是之前已经讲过 你可以看回去了 好不好 好吗 OK 那么我叫Tony Lendover 非常开心今天跟大家分享 希望呢 能够在下一次的直播再和大家见面 然后see you guys 我们一月份 在KL见啦 OK 刚才有人问了 一月份KL见啦 好不好 see you guys